你见过这么爽的男主吗 你看这个憨憨的绿毛妹子 半夜溜进男主的宿舍 只是简单的想和男主 来场成年人的痛苦 但是熟睡的男主 却没能好好地体验这样的痛苦 到了第二天 男主跟平时一样 带着两个老婆去上学 就在两老婆例行 检查男主身上 是否带了什么违禁品的时候 他们就在男主的口袋里 发现了一张照片 这被逮了个正常 两个老婆正要把他大卸八块 男主也是拔腿就跑了 路过的小花和大雄 也是刚好救了男主 没抓到男主 大老婆和二老婆 也是就这么回去了 这个时候的大雄 就非常的可爱了吗 爱情的魅力真的可怕 大雄也是开始 对着男主做出亲密的动作 想都不用想 大雄雄也被男主征服了 通过和小花的交流 猜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这个憨憨的绿毛妹子 为了把男主赶出学校 首先就让男主 和他的两个老婆 关系破裂 所以他就买通了 男主的好朋友 在男主的饭菜里 动了点手脚 让他睡得很香 然后半夜就坦诚相见 而一旁的面具妹 就负责拍摄 将照片放在男主的口袋里 这样第二天 两个老婆检查的时候 就会发现这张照片 两人分析完后 男主就想到了 那张照片上打了神圣之光 其实男主并没有 出卖自己的身体 因为他当时睡得很紫 没有一点点反应 所以只需要从 憨皮绿毛那里拿到 没有圣光版本的照片 给两个老婆看 就能证明自己是清白的了 小花听了也是直愣愣的 但是似乎有那么点道理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该如何进女生宿舍 然后他就被大老婆 二老婆抓起来了 被五花大绑掉了起来 你看他被打地多惨 所以啊朋友们 千万不要想着出轨 这其实是男主想的策略 因为他不敢直接进去 你看上次他进女生宿舍 差点就交代在里面了 所以他这次是故意被抓住 和小花来个礼应外合 打完之后 小花就来接应他了 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小花才是男主背后 默默付出的女人 当然还有大熊熊 之后就是进入 憨皮绿毛的房间里了 人不在 他俩就在人家的房间里 大声的密谋战 还打算去浴室找找 很巧的小子和小兰路过 大熊熊就很靠谱的 把男主避动在墙壁上 可能是靠得太近了 大熊熊脸蛋都红了 举止都开始变奇怪了 眼瞅着男主就要被发现 还好小花及时反应 但是这背后隐藏的画面 是真的牛掰 你们也就别看了 我一个人看看就好了 随后他们就来到了浴室 而刚好绿毛的手下 面具没这时候出现 战斗的气息也是悄然的来了 嘿嘿嘿嘿 想知道后面咋了 还不去看一下一集